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个大晚上拍卖的,夜里拍卖的,因为明天呢,从今天晚上12点开始呢,维州就封城了,所以呢这个房东啊急于出售,这个中介临时改成,今天晚上拍卖,今天是七风冷雨啊,下着大雨刮着风,特别冷,现在温度大概在七八度的样子吧, 仍然现在看到有大概六七组,不知道是来看热闹的还是来拍卖的,那这个应该是封城之前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拍卖了,晚上拍卖啊,今天晚上争取能够回家顺利吃鸡,这个是Begging Scouts的一个代理产品,这是个老房子,这个是83年的房子,83年建的第一手房主,这个房东呢,买下来就开地是三万澳币,然后盖房, 这是他第一次这个房子易主,那我们看今天鹿死水手, 这块土地呢是781平方米,然后房子面积呢不强,但是我估计应该在350到400平米之间,中介执照价呢是115万起拍,到125万之间, 但是按照最近的这个房子的价钱走势,以及现在这个这个房子的状态,我今天看了一圈啊,因为天黑就不给大家看了,一会儿可以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他的地址上网看看, 这个价钱我觉得应该在135万以内都没戏啊,起步要在135万以上,我们看看结果吧,拭目以待, 民族可以查一下,随时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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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另外一位 主导开卖价是115万 结果有人这边也有中国哥们报价90万 你开玩笑呢 对面有人出115万 又一家亚裔116万 让他直接加2万 这边只加了1万 118万 看来对面的买家回复时间非常短非常坚决 118万了 119万 旁边的亚裔买家出了119万 听口音向阿西安堪锤来的 120万了 120万 我觉得今天不太可能在130万以下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都是在玩心理游戏 台美师开始吓唬你 对面又出现一个买家 125万 11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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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 130万 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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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万 311万 对面 315万 谢谢您 1315万 315万 谢谢您 1315万 315万 再封重一次 1.315.000 哇 1.320.000 一般正常 1.326 1.326 326 再多6000 再多6000 是那个 1.33300.000 3.66 被交到了一百三十四万五千 一百三十四万五千 他已经允许加一千一线的价了 一百三十五万 先不着急 只要有人就收着 加了一千块钱 一百三十五万一千 一百三十八万 一百三十八万 这边这三个又加了 加了一千 空 那边手里排上 现在有五家交价 我们这边还没出手呢 已经有五家交价 还没有结束 一百四十是马上到了 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四十万了 有一个买家一直被发言 到了一百三十九万以后才发言 而且看着像中国人 四十一万四十一万五四十二万 四十二万 现在在这前面两个买家之间 四十二万四十三万 看来对面的小朋友是志在必得了 已经到了一百四十四万了 我觉得这个到了一百四十万 又加了一百四十四万五千 左边这三个已经出局了 买房最怕的就是上头 上头了已经 今天有三方最开心 一个是房东 还有一个是agent 再有一个就是我 因为他的房子卖一百四十万 我的房子能卖一百五十万了 谁来买 private sale 一百四十六万一千 这个地方没问题 但是这房子要重新收取一下 我觉得十万块钱下不来 我觉得这个房子到一百四十万到头了 再往上就有点 就有点 只能是一手自住要求买家 一百四十七万 一百四十七万 封掉了 封掉了 一百四十七万一千 看来这边的中国人也很 也很热烈 我都没看来 这个 一百四十七万五千了 对方每次加四千 马上就一百五十万 不要点 不要烤烈 哦 空的 你都能看火烈 三十七万 我真的会把 五十七万 十七万 有点 我都没看 你真是 oh my god 149万 ok 149万2000 看来这两家中国人是谁也不想认输 你们家里都有矿是吗 150万的同志们 这个房子到150万 我觉得有点过分 对方把这边给推成150万1000以后 他不玩了 那个小朋友 我认为1,500万1000以后 我喜欢你 我认识了点准备 你们俩们 1,500万1000以后 你们俩们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